为了拓展有机农产的通路 县政府积极地推动行销煤盒的工作 并且和农粮署共同合作 举办了花莲有机农产品行销煤盒会 5号台北厂次是在天城饭店举办 县长徐真伟成为了农产品最佳的代言人 就是希望能够为花莲优质农产品以及加工品 开拓新的行销通路 将花莲特有的鲜美农产品送到全国国人的餐桌上 花莲县政府与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共同合作 举办的四场花莲有机农产品行销煤盒会 第三场次5号来到台北天城饭店 县长徐真伟成为农产品最佳代言人 徐真伟表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煤盒会 能够推动花莲有机农产品与多方通路连结 让国内外的消费者更方便享受到花莲特有的鲜美农产 我们现在花莲县政府在2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成立了有机出境办公室 也宣示花莲县要成为台湾的有机首都 而我们很多的产品 我们都希望不要基改 而是我们的原生种 让我们不透过化学或基改 让它的产品能够透过购买 然后饮食之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强健 尤其是最近又说老健保要长了 对不对 老健保要长 那其实最根本是在哪里 就是我们身体要健康 所以人家说强国要强种 并要强根 强根无论是我们饮食上 我们身体的强健 体部的强健 这就是最重要 而这是花莲县好山好水 可以提供给我们全国的国民 可以有一个非常安全 以及健康的饮食 让我们的国人都有强 现场的交流与媒合相当热络 县长许正卫期盼能够帮助花莲小农 开创更多的商机与利机 透过与通路业者的媒合 增加花莲农产品的能见度及曝光度 更为未来花莲的有机农产品带来新商机 记者金鸿一台北花莲采访报道